朋友好,我是李南亚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年5月2日 是我联播《我有这样一个季母》的第25期 上个周末,讲到张玉珍在他养女女儿的婚礼当天 为了齐白石的一幅画大闹了一场 今天就接着将父亲的那些字画和房产这一张演完 2019年,父亲去世后 上海的徐悦造访我家 聊天中谈到一次他去看我父亲 老头子向他询问王深生 说,深生多年不来看我了 说自己当年曾托他在上海卖过画 其中一张齐白石的画 张阿玉坚持认为是南洋同神生和谋换成假的了 徐悦对我说 他当然对我的人品不怀疑 但是对王深生不敢确定 我告诉他,我对深生绝不怀疑 送徐悦走后 我立即到工作室检索出父亲的两则日记 给他发了电邮 现将这封电邮和所付两则日记录在这里 还深生一个清白 许悦,复建是两则日记 关于齐白石画的前后只隔一天 可以说明那时我爸不相信齐白石的画是假的 并有旁人看了 证明拿回来的还是真画 另一则日记是关于张艺珍先让我爸相信我将画偷走 后证明是他将我爸的画据为己有 并在我爸生前就要卖出 我虽然对王深生在我爸生前就帮助张艺珍卖画非常有意见 而且在电话里不客气地指责过他 但是我相信深生不会干那种换画的事情 他对我爸的感情是真诚的 他跟其他所有人不同 他跟我爸的友谊是我爸落难时开始的 这点我坚信不已 如果再有人提起此事 请一定告知我的看法 当然我不一定能够说服你 但是至少请告诉怀疑深生的人 李南央不怀疑王深生 南央2019年7月16日 福建 2006年1月10日星期二 这就是父亲的日记 深生媚妇范美明来 将六件画带回 对齐白石的松阴朵云轩抱怀疑 对齐白石画上海不如北京熟练也 玉珍也就放心了 这六件画何时用深生拿到上海去卖的 父亲日记中在这儿没有明确记述 2005年10月3日 倒是有一篇日记 父亲在日记中是这么记的 上午深生从上海来 落实我的几幅有名字画 并为我整理部分字画 前次研究过一幅石溪山水 为北作 我也参加 许多字画自己都忘记了 我想呢 大概就应该是2005年10月3日那次 是将把这六幅画带走的吧 2006年1月12日 就是跟1月10日的日记 只隔了一天 星期四 上午留起子来 他的所藏书画 括号有人和名家赠送的 括号完了 编稿 即将由文幕出版社出版 特让一关 内中有我好几幅条幅 从50年代起收藏 千幅以上 于是将上海带回的几幅 让他鉴定 看法通过一致 就是说 对齐画上海不如北京熟悉 并让戏篮 参局如画册 十幅画与齐班时提示各种字体 很是心肠 答应如何介绍出版 我写个小续 一直交谈 观赏到十一点半 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 父亲落难二十年 经历了老婆离婚 儿女划清界限 开出党籍 丢掉乌纱帽 坐牢软禁 用父亲自喜的话 六不怕 为头尚载 对于戴罪之深的李瑞 我这个女儿 为了争取进步 为了入团 进入中学后 不再给她写信 划清了界限 公民兵学员 王申生 在大别山中的莫子坛写生 明明知道 眼前的这个人是政治罪犯 却毫无接近立场 与李瑞一箭如故 她给孤寂的父亲带去的温暖 我永远 我永远感念 2011年10月 我在上海出差 女儿女婿和剧中 10月22日 从美国直飞上海 和我碰头 在上海玩了几天后 去北京 23日 我们一起到 申生的画室 做客 那次 我问了申生 齐白石的画 到底是怎么回事 申生告诉我 画是老头子 同他一起挑的 齐白石的松阴图 是重头 还有其他 黄昼等人的给付 画从我家拿出后 就没有离开过他 他亲自带去拍卖行的 没想到 拍卖行的鉴定师 认为齐白石的画 不像真迹 他讲了画的来历 说画是50年代 毛泽东的秘书本人 从荣宝斋购得的 不可能是伪作 但是鉴定师认为 那时齐白石 会让家人做画 自己禁止落款 他当即决定 其他的给付也不卖了 将全部画 当场收起 因自己一时 没有机会去北京 就请妹夫 带还给我父亲了 此后 一直安然无恙 2009年6月18日 闫平明 就是知名的 法籍华裔画家 闫平明 在北京办画展时 他还陪父亲 和张阿姨去看了 张阿姨对他的态度 没有什么改变 就是这天 参观展览的事 我爸爸的当天的日记中 有记住 一切都很平常 大约一年多前 他在电视上 看到一则新闻报道 齐白石的一副 樱土 卖出 一亿元的高价 他很感兴兴 觉得那副 齐白石 宋樱土 没有以500万卖出 否则 张阿姨 一定会怪他 卖低了价钱 不久 他到北京出差 打电话到家里 张阿姨对他 冷若冰霜 说 你不用来看我们 再后来 就是2011年6月12日那次 张阿姨在电话里 将他痛骂一顿 他才明白 原来张阿姨认为 他伪造了一副 齐白石画 将真话掉了包 深声说 我跟李老三十多年的友情 忍不住的泪水滚落了下来 我将深声收入在 《经济理睿》中的文章 《望年交》的开篇 录于此处 在共产党的统治下 人与人之间真诚的友谊和情感 一场稀缺之物 李老的世事消息 有点像是等来的 自去年的网传 到今年2月26日大线 他的顽强生命 奇迹般的绽放了 一个世纪后 又活到了102岁 100岁的时候 还在坚持游泳 去年病危以后 依然思维清晰 敏谈己见 凡所敬爱他的人 都为他骄傲 但听到他逝去的消息 还是禁不住 眼泪拥出的大哭了一场 有位朋友告诉我 李锐去世后 张宇珍还拿着起白色的花 去找杜岛正 哭诉李南央将真花 换成了这张假的 杜老说 这件事你就不要再闹了 2018年4月 父亲入院后 我赶回国内 守在父亲的床边 小鱼告诉我 就是我们家 我父亲家的保姆 老太太 曾经想把毛主席 那两处字卖了 被薛金拦下了 就是被我爸爸的秘书拦下了 说中央有规定 毛泽东的字不能卖 我对他说的将信将疑 父亲离世前不久 我才录入到下面 这则日记 知道毛泽东的两处字 确定是张宇珍的收藏了 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 罗振宇来 告知有收藏家愿出 两千万收集我藏的毛字 玉珍将他收藏两封字拿出来 下午其人来了 我讲了两副手笔的来源 括号田家英自杀钱 全烧了 括号完了 就是说田家英自杀钱 把他手里存的 所有的毛泽东的字画都撕了 放到马桶里冲走了 当时马桶都堵塞了 除了画 张宇珍就是闹父亲的房产了 爷爷留下的平江祖屋 应该是奶奶在世时 就捐给当地盖学校了 所谓父亲的房产 只有唯一的一处 北京富外大街22号楼 二门12号 那个四十一厅的单元 一直到父亲去世前 张宇珍对来访的父亲的亲属 父亲的朋友 父亲的崇拜者们 无休无止地诉说着 你能想占据这套房产 一次回国 在客厅里正跟父亲聊天 进来了几位普查户口的街道 班师处干部 父亲向他们介绍 这是我的女儿 其中一位立即说 我看过您的那篇 新母亲的文章 然后说 您的户口还在家里啊 我说怎么会呢 我的户口早就迁出了 出国前被吊销了 那位干事说 您家户口本上 可写着有个女儿呢 不是您是谁 父亲说 不会不会 我家就住着老两口 那位干事十分坚决 您的户口是在这里 这里明明写着 女儿嘛 说话间 张宇珍从他的卧室 冲了过来 对父亲说 是小林子 小林子的户口 跟我们在一起 父亲一脸晃晃 他什么时候 跟我们住在一起了 我觉得父亲要发脾气 赶紧那位干部说 那女儿是他的养员 男人 嗷了一声 我曾对父亲说过 东西都是你的 你爱给谁 就给谁 干嘛老让我去说我不要 你立个遗嘱 什么都留给张宇珍 和他的族女 不就完了吗 这样事情要简单的多呀 我还替父亲 起早过一份遗嘱 他当时看过笑了笑 放进抽屉 先将父亲的体责日记 录在这里 也为自己留个清白 1997年4月22日 星期二 上午英玉珍又扯谈 朱朱涉及玉杰之野心 朱朱就是我二姑姑的长女 玉杰就是我哥哥的老婆 就是我的嫂子 还说我讲过此楼居 可让小妹买下 引起大发脾气 刺激而光 奋商之之 久久不能止息 1997年4月25日 星期五 下午玉珍胜利去八宝山 就是去看张玉珍的 给张玉珍的前夫 中英玉月扫 晚上谈开了 且说字画等 可以分一些 与小妹 我同胜利单独谈了 这次吵架原因 1997年8月15日 星期五 玉珍老提什么 援助出去的问题 又说什么 22号楼 让小妹出钱买 真是莫须有事 使我大光起火 1999年3月16日 星期二 大胖 就是我二姑姑的长子 李立康 大胖看了小妹 迷的遗嘱稿 又改写了一份 两件都可留 玉珍处 1999年8月29日 星期日 由小妹建议 大胖起扫的遗嘱 正式改出 念给玉珍听了 了却一桩心事 1999年8月30日 星期一 玉珍血压不稳 感觉不适 今天办了一件大事 将遗嘱按玉珍要求 正式写出 由她保存 2000年11月3日 星期五 又扯起小妹过去时 牵扯房子 小妹没同我表示过 用以外人来看中国家庭 而满院生气 我气闷得很 终自长两家 引起上门牙 松痛 就是那天 因为我到国内出差 所以就跟我的 美国同志什么的 一起到家里做客 看望了我的爸爸 所以张玉珍就不高兴了 2001年2月3日 星期六 玉珍同我闲谈到 过去小妹爱撒谎时 引起不合 还有房子时等 讲完让我知道 心情舒畅些 2001年4月15日 星期日 同薛金谈小赵时 就是谈我爸爸那时候的私心 玉珍谈起为小妹准备房子时 迫起房感 于是将81年小妹如何离开22号楼时 相告 就是把这件事告诉了薛金 薛金说 她从日记里见到过 将来立好遗嘱 玉珍稍安也 2001年7月9日 星期一 玉珍又为房子 遗产问题 翻译 引起不快 只好写个书面留言 2001年10月12日 星期五 下午到西三环 一公正处 同薛金 玉珍 一道办好现在住房的遗产手续 身后处理的遗嘱也一并交存 并做好对话录音 这样就使玉珍完全安心下来 因为近年来 老干部群中儿女们争遗产之事 甚多也 我是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才知道 早在2001年 父亲就办理了遗嘱 既然这套房产已经有个公正 板上钉钉地留给了张玉珍 他为什么要将我贪图父亲的房产 一直说到父亲离世呢 父亲为什么不告诉我这份遗嘱的存在 让我一次次去向张玉珍表白 我什么都不要 为什么在张玉珍大肆污蔑我的时候 不对他说 你已经拿到遗嘱 还要怎样 这是为什么呀 父亲的那些字画和房产就念完了 我再给大家读一位澳大利听友 写给我的他家的故事吧 自从开始说到南洋播送的节目 这就成了我每周末所盼望的事情之一 南洋所讲到的李锐老人在参加革命多年后 对共产党实质的认识和所公开的他的父亲母亲 以及后我和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让我更加确定了我自己先前的一些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黑帮组织 从他成立那天起 他就开始摧毁人类社会中的一切原有的社会秩序和自然社会中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 不管你原本什么颜色 只要你进来了就难免不被染色不被禁毒 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大绞肉机 不管你是干什么的 亲共的反共的当官的老百姓 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你就可能被推到这个绞肉机中 从精神到肉体上 把你绞得粉碎 听到南央讲到的他的那位被革命洗脑 走火入魔 西斯底里变态的母亲 和他那位自私狭隘 粗暴恶毒 没有人性 不择手段的寂寞 我心中产生出一种极大的厌恶 这些被共产党大染缸的毒汁浸透的人 同时也在毒害着他们的子女亲人和朋友 我自己父母的经历及家庭的遭遇 也验证了这一点 我的父亲是一位三十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在战争年代和母亲相识 极为夫妻 四九年共产党掌权后 他们相继在一些单位担任要职 五九年反右时 母亲因为说了一些不合实意的话 再加上他的出身被打成了右派 降职降薪下放劳动 一路到底 父亲经组织谈话 和母亲离了婚 母亲拖着带病的身体 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 离开了三代同堂 有着九孔之家的大家庭 来到了边沿小城 干起了最基层的工作 离婚后的母亲的生活可想而知 文革后当我再见到母亲时 大约十八年后 她对我说 文革期间 为避免再说出什么不合实意的话 她经常会在嘴巴里喊口水 母亲的遭遇 直接摧毁了这个家 受害最深的是离婚时 跟随母亲下放的 当年只有七八岁的哥哥 一个七八岁的右派的儿子 昨天还是革命干部的后代 今天就变成了右派的儿子 在学校和社会上的遭遇 可想而知 而生性敏感 好强的她 在经历了上学 参军 多次打地下 竟得了精神分裂症 严重时 她曾经步行几十公里 搭着火车到处乱跑 使她还没开始的人生 一下子掉进了深渊 几十年过去了 她的人生再也没有开始过 而长期的药物治疗 使我这位六十多岁的哥哥 如今看起来就像八十多岁 不要以为灾难就是如此 对于我们来说 这才刚刚开始 离婚后的父亲 再婚 找了位再宣传部门工作的老干部 却不曾想 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 开除党籍 监督劳动 还被剃了阴阳头 父亲的婚姻又受到了考验 父亲 爸爸又离了婚 爸爸又结了婚 爸爸这回找的是位 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 早年丧夫 家境一贫如洗 顶替王夫的职位 才得以工作 是那种被共产党称为 最可靠的人 可就是这样一个 无产阶级的继母 给了我们兄弟姐妹 几十年 噩梦一般的生活 她不但生活 出奇的小气 处处舍不得花钱 还像男婴的继母一样 在爸爸的耳边吹风 挑拨我们和爸爸的关系 也在我们探亲回家 或怀孕期间 把厨房的门锁上 不让我们有吃喝 让我们有家也难回 还半夜闹矛盾 跑出去给爸爸难堪 凡是南央讲到的 关于他继母的种种劣迹 我似乎都可以 在我的继母身上找到 有时我真惊叹 被共产党毒枝 渲染过的人 真是雷同啊 共产党不是要解放全人类吗 实际上 他给千千万万的人 套上了枷锁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 我们明天再见